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,世界上最强悍的狙击手横空出世,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,他就干掉542名苏联士兵,比一场战役对苏联造成的损伤更可怕,几乎称得上是弹无虚发。 那么,他使用的究竟是什么枪?又是怎么做到射击准确率这么高的呢?这究竟是特训士兵还是特别的天才? 他最终下场如何?欢迎评论点赞收藏。 1939年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糟糕的背景下,苏联对芬兰宣战了,在芬兰前线冲锋的苏联士兵害怕的不是枪林弹雨,而是随时随地,不知道会从哪里打过来的子弹。 在苏联士兵们看不到的地方,有一个死神正在盯着他们,随时将子弹送进他们的脑袋或者心脏中,成为苏军挥之不去的噩梦。 苏芬战争中,苏军的主要冲锋时间在白天,苏军使用人海战术,但是总会发现小队中有几个同伴无声无息地倒在雪地中,而他们的头上无一例外都是鲜血淋漓的弹工。 由于苏军没有穿白色的作战服,宗褐色作战服在白色雪地上更明显,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突兀的倒下,在前线冲锋的苏联士兵对此都苦不堪言。 既然在前线如此危险,在后方的苏军士兵会更安全一些吗?那当然是否定的。 根据在那场战争中存活下来的苏军士兵说,后方其实比前线更加危险,也为前线至少能够看到敌人,在后方不知道有多少狙击手正在等待着要他们的命。 当时苏芬边境森林茂密,苏军很难直接找到狙击手的位置,只能任凭狙击手在森林中将他们一一击毙。 如果说白天苏军穿着棕褐色做战服,在草地上极为显眼的,晚上四周黑暗会安全一些吗? 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。 芬兰的晚上太冷,苏军通常会围绕篝火去南。 而芬兰狙击手仿佛不知疲倦,他们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射杀苏军,大部分苏军都倒在了篝火旁边。 当时在苏军中有一种说法,要么就是冻死在帐篷里, 要么就是被射杀在篝火前。 尽管如此,还是有很多苏军选择去篝火前取暖, 因为被狙击手一枪干掉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。 但是如果远离篝火,他们在零下40度左右的环境中一定会死于寒冷。 这样的情况下,短短22天之内, 有138个苏军士兵倒在狙击手的枪口之下。 在四个月的战斗过程中,苏军损失在芬兰狙击手手下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人, 苏联官方统计的数据是505人, 而民间统计的人数要达到542人。 那么,这个令苏联士兵闻风丧胆的狙击手究竟是谁呢? 他就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强悍的狙击手, 世界狙击之王的座西蒙、海耶。 那么西蒙、海耶究竟是如何做到这样强悍的行为呢? 西蒙在四个月之内狙杀500多名苏军, 如果算上机枪扫射, 西蒙打死的苏军人数达到700人, 达到这样强悍的战果。 西蒙一度被称为狙击界的传奇。 很多人好奇的是, 他究竟如何做到的? 首先要从枪来研究。 当时西蒙使用的步枪, 是美国雷明顿公司生产的莫辛Nagm1891型步枪。 其实,莫辛Nagm1891型步枪, 最先是俄国制造的。 芬兰在获得这种步枪之后, 爱不释手, 是芬兰陆军的宠, 服役了很长时间。 实际上, 西蒙除了使用莫辛Nagm1891型步枪外, 还使用过瑞典6.5毫米M1896型毛色步枪。 理论上来说, 这种瑞典毛色步枪, 远距离射击精度很高, 就连西蒙本人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。 但是为什么苏芬战争中, 西蒙不用瑞典的毛色步枪, 而是要用莫辛那杆步枪呢? 这是因为西蒙的身高并不高, 只有1.6米, 而这种毛色步枪的枪身太长了。 莫辛那杆步枪相比之下更好携带, 而且西蒙在进行狙击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。 除了西蒙使用的步枪别出心裁, 他还有几个特别的小特点, 与其他狙击手完全不同。 首先第一个就是, 他从来不使用瞄准镜。 西蒙有一个狙击距离, 大概是400米左右。 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狙击手, 只要进行有效的隐藏, 在400米之内根本不需要瞄准镜。 芬兰军部发现他强悍的狙击能力之后, 曾经决定为他专门定制一款带有瞄准镜的步枪, 但是西蒙拒绝了。 因为西蒙认为瞄准镜存在几个问题, 一是瞄准镜在炮火连天中可能会反光, 暴露狙击手的位置。 第二个原因就是, 芬兰的天气一般在零下40度左右, 而瞄准镜的防寒能力没有那么强, 经常容易结霜, 这样就会导致狙击受到阻碍。 第三个原因则是, 如果要瞄准镜就必须抬高头部, 这样也是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。 西蒙一般都隐藏在雪堆后面, 没有任何一个苏军能够想到, 雪堆后面就隐藏着一个芬兰的狙击手。 西蒙对伪装这件事几乎做到了极致。 西蒙考虑到天气寒冷, 虽然他在长期在一个位置伪装, 体温比较低, 但是呼出的热气仍然会暴露行踪, 于是每次狙击的时候, 西蒙都会在口中含一口血, 这样就不冒出热气, 而且冰冷的雪有助于让他大脑更加清醒。 西蒙更值得称道的是, 他随身携带的不仅有狙击步枪, 还有一个冲锋枪, 一旦他的隐藏地被人发现, 他就会用冲锋枪吓退敌人。 而当时的苏联军队经过整改之后, 有很多草包, 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在军官被击毙之后, 士兵就开始四处逃窜, 完全没有反抗意识, 这样西蒙多次成功脱身。 这种情况之下, 苏联军队可以说对西农海也是恨之入骨。 苏军通过倒下的同伴来推断西蒙开火的地方, 并对那个地方进行大肆炮火轰炸。 但是每次西蒙都成功脱身, 最严重的一次, 只不过是苏军的炮弹碎片切开了他的防寒腐。 不过西蒙每一次的射击距离都在400米左右, 这在战场上来说是极其危险的, 一旦西蒙隐蔽被人发现, 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 那么西蒙最终的结局如何呢? 苏军有没有把他击杀在战场上呢? 对于苏军来说, 西蒙的存在不仅让他们不断损失士兵, 更是对苏军士气的一种打压。 本身苏联军队经过整改之后, 大部分士兵就士气低迷,管理混乱。 这从苏军不穿白色做战俘及防寒服甲, 整个军队就已经够糟糕了。 在西蒙不断成功狙杀的情况下, 给苏联士兵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 苏军于是决定猎杀西蒙。 西蒙的好运气消失在1940年的3月6日, 西蒙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滑铁炉。 苏芬战争中不仅有芬兰狙击手, 也有苏联的狙击手。 而西蒙正是在一次狙击过程中被苏联的狙击手发现, 一颗子弹瞬间打中了他的左边下额, 半个脸颊都碎掉了。 当芬兰士兵终于发现了躺在雪堆中的西蒙时, 已经拒他受伤过去了一个多小时。 芬兰士兵们迅速把西蒙送到医院。 本来战士们都以为他的左脸颊碎裂, 而且在雪地中躺了一个小时, 流血不止,可能抢救不过来了。 不过奇迹发生了, 西蒙竟然慢慢地恢复了过来。 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, 虽然左脸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情况, 但是基本功能也慢慢恢复了。 西蒙本来想继续参加苏芬战争, 不过他受伤不久, 战争就结束了。 战争结束之后, 他被授予自由十字勋章, 自由勋章, 以及科拉战役十字勋章, 这是芬兰军队最高荣誉勋章, 他已经成为了芬兰家喻户晓的爱国军人。 西蒙退役之后, 过上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, 不过西蒙仍然非常热爱狙击, 成为了一名在森林中生活的猎人, 一直活到97岁才去世。 对于名利, 西蒙一直非常淡薄, 在他狙击之神的称号传遍世界的时候, 有一些记者想采访他, 问他究竟如何练成的。 西蒙只说, 他只不过是多练习, 勤奋一些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后来芬兰被苏联控制, 苏联政府记得他, 对他强烈歧视。 有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西蒙, 问西蒙会以为杀人太多愧疚吗? 西蒙只是淡淡的说, 我不过只是在履行军人的责任, 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国家。 今天就分享到这了, 欢迎评论点赞关注。